I can't afford to make a mistake Wow 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哥 你们刚刚看到几秒钟张荣林非常漂亮的解到二号球 那这个球可以从两颗星加二字跟三颗星来说明跟解释这颗球的路线 我们先讲加二字 张荣林解到大约这个位置 三 五 七 这里大约是六 从这边对应 这里为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但是张荣林第三颗星到这里接近七的位置 那为什么没有到这里 因为它力量蛮大的 当我们旋转值不够大的时候 本来是要六的位置的时候 它会变大 如果说我们旋转值大的话 这样会往这边可能接近五的位置 好 那我们从三颗星来解释一下 45度角两个旋转值就是三颗星 一的路线比较短 二的路线是洗带路线 三的路线是比较长 这是一 二 三 三的路线 它解到这里 所以我们这样平行过来 刚好过中带 它稍微要用力一点 因为它担心中带的问题 好 第一颗星力量大 第二颗星力量慢慢减小 第三颗星怎样 稍微再小一点的时候 它刚好从这里出去是三的路线 所以它漂亮解到二号球 马上示范 接到 好 我们再示范一次 接到 好 再来一次 这要稳定性要高 好 三只都解到 那因为张荣宁他这场比赛 他解这一颗球的时候 他已经是打了好几局了 好几十颗球了 然后他本身对颗星的敏感度非常的精准 所以他这个球以两颗星跟三颗星 都可以来说明这条路线 解球是非常漂亮 非常标准路线 那重点是他怎样 他们在三十秒内 他要很快看到这个点 然后另外一个 他的出干AK点要非常稳定 而且判断的第一颗星 我旋转值绝对不能超过1.5到2 不然的话这个球撞到脚会洗带 所以张荣宁这颗球 除了很快的判断 再来他解球 出干的稳定性相当漂亮 所以非常精彩地解到这颗球 那我们解三次都有中 那像这种方式的话 大家不妨可以多练习 重点你的AK出干 稳定性要高 成功率才会高 好 以上这个是比赛的球形 为大家分析 以后还会对大家 来做这些经典的赛事的解盘 保重平安 大家好 我是铁人 喜欢熊哥撞球教室的朋友们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